富康巴士對我來講還不錯 原因是這座起因禍得福 我是重度產障 所以我們是屬特A級 特A級可以在五天前預約 所以也就是說富康巴士在五天前 可以接受預約的時候 我們是第一次預約車趟 因此可以預約到的程度 這個紀律也是最高的 譬如說臨時車趟太少 我要必須在五天前知道我五天後會生病 如果我是在明天 比如說我今天起來覺得我今天不舒服 然後我必須要出去看病 可是我去叫臨時車趟就幾乎叫不到 也就是說我沒有辦法出去看 我要預約臨時車趟而有臨時車趟的前提 是要有人取消 但是你等待人家取消這個機率太小 對不對 所以呢 我要祈禱什麼呢 就是下雨天生病 因為下雨天取消的人就會比較多 沒關係 還可以抬高沒關係 那個富康巴士的服務守則裡面 是沒有這回事 因為我們是服務客人上下車而已 像剛開始幫他下那個階梯 還有就是說那個幫他推協博 這都是額外的服務 這沒有說一定要不要服務 可是就是大家互相啊 客人 欸對我們很好幫我們當家人在看待 當朋友在看待 花一點時間幫他一下 沒有差 其實有需要就幫忙他 沒有什麼合會走不走到 畢竟我們也算是服務業 輪椅齁 說真的他們家那種無障礙設施 沒有改善 一天到晚就是去 去強迫司機去幫忙的話 說真的 司機也會害怕 怕跌倒 可是像剛才那個 他們做的無障礙設施很好 只是幫忙推而已 說真的 這個都很小 算小事